11月30日下午,广州市多区宣布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其中历湾、攀渝区宣布及时解除全部疫情防控临时管控区,按低风险区管理。 而日增个案数有所下降的海珠区也发布通告称,全区全域除高风险区外,按低风险区管理。 当天16时,记者走访发现,自通告发布后,相关区域开始解除路障,恢复正常通行。 在海珠区新港中路,此前围着的水马基本已被拆除,马路上的车流量较大,路上行人较多。 往广州大桥方向,工作人员正搬开水马等护栏,放行来往车辆和行人。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毅在当天的疫情防控发布会上公布五项优化完善疫情防控的措施, 包括科学精准划定高风险区,精准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做好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管理,科学开展核酸检测,加快疫苗接种。 科学精准划定高风险区,原则上将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定为高风险区。 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洞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 符合解封条件的要及时解封,风控管理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尽最大努力减少因疫情防控给群众带来的不便。 广州市卫健委最新明确的优化完善疫情防控的措施特别提到, 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还要坚持疫苗接种应接进阶原则。 按照科学精准的原则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及时准确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得随意扩大密切接触者甄别范围。 密切接触者原则上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密切接触者实施居家隔离。 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按要求开展核酸检测, 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加快疫苗接种, 坚持疫苗接种应接进阶的原则, 特别要加强脑年人新冠疫苗接种。